大家好,我是天后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生物与环境之族群会变大还是变小 好,在讲这个之前呢,想问大家几个可能在生活里面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家的人会变多还是变少 好,首先假设这个是我家好了,我家 然后可能在家里面原本会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没错吧 然后可能在某一个时候里面可能天内沟通地活 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于是过了十个月之后 baby诞生了,对不对 然后于是因为出生的关系,所以你家里面的人变多了 不过在这边我怀疑这个小baby到底是不是他们生的 感觉是从外面抱回来的 根据遗传的原则,他们实在长得太不像了 如果大家不知道,可以去看遗传这个章节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说迁入啊,可能隔壁你的这个邻居说 我可不可以搬来你家住一下 于是因为迁入的关系,你家的人也变多了 没错吧 好呢,可是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搭来你家住 结果,啊糟糕你家没有办法附和这么多人 你家可能只有,刚刚我四张床只能睡四个人 啊现在五个人怎么办 好吧,爸爸就说没关系,那我去外面住好 不在家里住了 于是这时候就会迁出,迁出的话呢,家里面人就变少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月有因时缘缺,人有但系祸福 于是也有可能,哎呀,因为一些疾病或者一些意外 于是可能就有人过世了,于是这时候家里面人就变少了 对吧,于是这时候可能就只加三个人 所以我们说呢,如果呢,有人出生或者是迁入的话 那这个族群就变大 如果呢,有死亡或者是迁出的情况发生 这个族群就会变小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好了 底下下有片草原吧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有片草原 哎,刚刚原本没有牛 于是有牛跑进来,有牛迁入了 OK,于是这一次的在这个草地上 他这个牛的族群就变大了 对吧 于是还有可能这牛生小牛 于是就可能因为出生的关系 于是,哎,这个草原上的牛的族群就变大了 没错吧 好,那这接下来可能会有几个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 可能,哇,这边草好肥沃 于是他就发现好多牛啊 然后就会继续迁入 于是族群变得更大嘛 对不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还有可能牛又生小牛 对吧 可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总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大吧 这边草就只有这么多啊 那怎么办 不够吃了怎么办 于是可能就有一些牛 他就没有草吃 于是他就饿死了 对吧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牛就决定我迁离他乡 我到别的地方去觅食 他就迁出了 于是族群就变小了 对吧 回到原本他能够负荷这个草原能够负荷的羊起 养活的牛的数量 对吧 那我们说 哎,刚刚我讲说 哎,这个你草皮上只能养活某些牛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在讲的是 这片草皮的最大的负荷量 什么叫做负荷量 也就是这片草皮最多最多 或者究竟能够养活多少只的牛 这就是这片草皮的负荷量 像现在你看到这片草皮 荧幕上里面这片草皮 它的负荷量就是五只牛牛 对吧 他只能养活五只牛牛 所以如果太多的话 那可能就是有些牛他就饿死 或者他就会远离他乡 跑到别的地方去吃东西 然后让竹群最后稳定在一个 这片草原养活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 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啊 这些生物的数量 最后都会趋向于一个稳定的数字 这个稳定的数量 就是我们 这个环境所能养活的 这些生物的数量 好 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 那现在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一直生小孩 生小孩 生小孩 那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那地球究竟对于人而言 不对 应该说地球 它对人的负荷量 究竟是多少人 这么数十亿的人口 那到多少亿的人口的时候 我们的地球会养不活 我们这些人呢 大家或许可以思考看看哦 那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我也要不知不觉跟他讲说 快乐的时光 总是做得特别快 我们今天又到了我们的下课时间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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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каз Пос